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关于我今天要做的这个话题呢,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先从我视频的评论谈起吧 因为我几个小时之前发布的这个视频 评论区有一位周琛琛的网友 他就很好心地提醒我 他说,某某的背景应该是非同一般 周某康的地方实力曾经可以以军队抗衡 并擅长于构陷类的伎俩,小心为佳 我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善意提醒 事实上,我在之前深挖某某背后的房产资金来源 然后发现好像是海航的信息触碰到之后 以后呢,就有人已经威胁我说 你这是在挖自己的坟 而且还有一些比方说是 小心你祸从口出这样之类的威胁和警告 那关于这个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特别的谈的一个话题 就是海外华人 除了一般的安危考量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有多一重的警惕 这个呢,我后面再讲 关于我昨天,这个是几个小时之前发布的这个视频 三毛的哥哥他本人就及时透过推特回复了我 他回复的言辞仍然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好听 所以呢,我也礼貌的回应表示感谢 但是呢,我也记得就是某某在接受王菊采访的时候 也给大家呈现的是一副就是豁达的心胸 什么愿意养滔滔一辈子 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呢,转脸就把周立波夫妇给告上法庭 所以好听的话,归好听的话 该小心的时候,大家还是得小心 那么我有注意到,不光是三毛的哥哥 他及时回复了我那个几个小时之前发布的视频 而且有一位黑熊的推特 及时就点赞了他的评论 那么关于这个呢,我就有注意到 就是在三毛的哥哥他的视频评论区 一个星期之前就有一个黑熊的账号 他声称要帮三毛的哥哥转发视频到国内的网站 那一个星期之前是什么时候 因为今天是8月24号 一个星期之前就是8月17号的样子 这个呢,我觉得就跟我昨天视频里发现的 就是说新浪微博里面有一个新注册的账号 他的时间,注册时间点就是8月17号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他所发布的微博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发布的微博的最早的时间点呢 就是这个8月18号 而且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看啊 8月18号就是转发的三毛的哥哥的视频 所以就说,看来这个新注册的 没事吧,65909 似乎就是完成的黑熊这个YouTuber 在YouTube上对三毛哥哥的承诺 所以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留作大家去猜想 再有呢,在三毛哥哥的另外一个视频 他的评论区我注意到有一个猫儿猫 他说绿洲悟空是周立波买的大洗手 关于这个呢,我要说就是前两天 我的一个微博账号呢 是被,就是进不去了 显然不是因为密码或者是其他的技术原因 然后呢,昨天进去以后呢 有一大堆信息 其中有一个好像就是周立波的粉丝团 让我拉我入群 然后我当时是婉言谢绝了 我的理由是 绿洲悟空呢 是不为任何势力或者政治势力站台 只为良心和真相说话 我说只要任何人坚守这个这两点的话 都可以得到我的支持 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个回复 那么我有注意到这个猫儿猫 他的这个评论的一段对话里面呢 下面有一个叫央丁有年 他的回复很有意思 他说的是红姐红姐没错 但是我有注意到 他们的这段谈话里面 并没有这个红姐红姐的账号出现 而红姐红姐这个账号呢 我有留心过 就是他是在我的视频评论区里面出现过 就是非常明显 他的立场是为韩某和利益集团站台的 所以我在想这个央丁有年 是不是跟他过往比较密切 然后呢,知道这个猫儿猫就是这个红姐红姐的账号呢 就是另外一个账号呢 对吧 否则的话这个红姐红姐并没有在这个谈话区里面出现 那么再有一点呢 就是我有注意到 昨天这个韩某人发布的一个视频 他就是把燕军起诉周立波起诉书的中文全文都念了一遍 在他的这个视频评论区 我有看到有一个李明28和这个猫儿猫的一段对话 这个猫儿猫就是像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红姐红姐的账号 我请大家格外关注他们的这一段谈话 首先我说一下这个李明这个28 他这个账号呢 在我的视频评论区里面也多次出现过 跟红姐红姐一样就是说很明显就是为韩某和利益集团站台 但我是上过他很多次评论 因为他的言论超过我底线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在这里面的评论仍然是超越我的底线的 但是他们在这个评论里面有一些更不可告人的 我感觉是有一些那个就是心机在里面 这个呢就跟我后面要说的事情 联系在一起 就是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李明28的账号 李明28的账号呢 就是他在YouTube上的频道只有在playlist里面 我有找到就是他有发布了一些 就是浏览量并不大的一些视频 是一个小评头的弹琴 那么关于这个呢 我就让我想起来就是燕军起诉周立波 他这个新闻的散布渠道 我之前已经就是跟大家一起分析过 似乎是透过一个特殊的管道 而且强调了他们的消息源不能透露 那么在YouTube上我是有发现有三拨人 一个是明镜火拍 这个应该算是老一代了 然后就是韩某人应该算是老中一代 然后就是石头记应该算是青年青年的一代 所以就说燕军他的那个起诉书的发布渠道 是似乎是透过一个特殊管道 cover了老中青三代 而现在这个李明28呢 应该就是跟那个石头记是属于同一个年龄层的 那么关于他的 另外呢我们说的就是 这个在三毛的视频下面 那个黑熊那个账号 就是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三毛的哥哥的视频的那个账号 他的账号进去的话 也有很明显的就是那个50分的那种账号的特征 对吧 就是什么都是干干净净的 一个那个黑墨铁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 就是说一些有立场有倾向的话 然后甚至可能是一些公寄性的言论 这个这个呢是我现在目前看到的一些事实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们再来回到就是韩某人 昨天那个视频下面 李明28和猫儿猫的一段对话 他在这里面我要提到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去年的11月 2017年的11月 加拿大的多伦多连续发生了几起 就是留学生被绑架勒索的事件 当时我们都是也华人都是很华人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留学生会那么容易上当 就是好像对对那个这个诈骗没有一个心理防线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 所有那些案件都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留学生都似乎是有一些不能公开的秘密 而那些不能公开的秘密呢 就是跟他们有能力缴纳高额赎金有关 因为当时的一个受害人就是缴纳了17万的加币的赎金 所以呢 我当初就是在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标题是Scam Corruption 加拿大多企华人失踪背后不堪想 就当时加拿多伦多发生这些连续发生的几起 这样的绑架事件失踪事件之后呢 多伦多的领事馆有及时的向公众发布警报信息 因为加拿大的警局警察局都已经发布了警告信息 然后呢远在温哥华的领事馆也发布了警告信息 唯独Montrao的领事馆自始至终都没有发布任何警告信息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这个视频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好奇 因为就是说非常明显的感觉那些诈骗集团 他们是透过一些特殊的信息渠道锁定了一些不堪一击的人 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因为家庭有一些什么原因 然后呢是很容易被敲诈大笔赎金 所以呢这事就等于是有人拿着他们的软肋 来实施的一些犯罪行为 所以关于这个呢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Montrao的领事馆会有这样的做法 我就有注意到就是说 Montrao的领事馆在去年的7月12号的时候 就有了一个新人叫做一个新的一个副总领事 他出现在领事馆的一个就是网站上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我就看到在2017年的5月24号 他是有作为中国外交部的资深外交官 去向一些中小学生去普及留学和旅游的学生安全常识 就是自我保护方法和求助途径 这个说实在的 我在看了周立波的那个接受访谈 就是很多媒体问他 说你凭什么认为某某要陷害你 他有什么动机吗 然后当时周立波说 他首先他说了一个就是说 据周立波讲是某某是在警察当地 警察局的太太的名下购买了大量的红酒 所以如果这样是一种跟警察局套近乎的话 那周立波说他是不是就是想让给我设计一个麻烦 然后呢他又能出手看看摆平 看看显示我多有能力 我能摆平这个事情 所以我在想 似乎这种特殊身份的人是不是 就是就有这么样一种心理 就是愿意想想设计一个事情 然后呢来显示自己的能力 这个呢我也是留作大家 我只把事实呈现给大家 大家自己去猜想去 那么关于这个呢 事实上后来就是这种 诈骗风波虽然平息了 但是那种类似的这种诈骗的信息呢 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都收到了 这个呢我就是注意到 在今年的5月7号 海外的有一个文学网站 就是文学城 他发了一个新闻 他是讲的是在美国 因为我是在加拿大 美国有很多的华人 也是收到了一些 声称是领事馆的一些电话 结果呢是有可能是 很可能是一些诈骗的 诈骗的那个就是 团伙干的 那我看到那个留言区 我就把留言区的信息 都拷贝了下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第一个爱琴海案 他就说上周五我去签 去办签证 刚出领事馆 在开车的路上 就说分别有类似的电话 打到我哥太太的电话上 不会那么巧吧 然后另外一个无级的网友 他就说我估计和 他也收到骗子电话 就发生在给儿子 向领事馆办理回国手续之后 然后另外有一个第三个网友 他就说刚刚 我也是刚刚领事馆办了护照 骗子就来了 然后呢再有另外一个网友呢 他也说 他说早就是说了 是领事馆泄漏信息 不过领事馆打死不会承认的 然后呢 再有呢就是 第五个网友吧 一二三四五 对 第五个网友他就说 他说他的朋友也是去领事馆 办事情回来 没几天就收到冒充领事馆的电话 非常的蹊跷 OK 所以这个呢 我就把蹊跷留给大家 但是现在我们再回过来 就是说 韩某人他的视频下面出现了这个李明二八和猫二猫 也就是疑似是红姐红姐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他现在在这里面 是有没有一种钓鱼的用心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韩某人昨天他有在他的另外一个视频 就是我昨天是那个我的那个视频里 引用的那个视频里 他就说 他说你现在很多没露面的人 你是没露面 一旦你露了面 这个燕君就会起诉你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绿正悟空没有在任何公开的管道 公开的渠道透露任何个人的隐私信息 请大家留意这个李明二八和猫二猫 就是这两个都是在我的评论区 这个猫二猫疑似是红姐红姐的那个另外一个账号 这两个人都是在我的评论区出现过 然后是是为韩某跟利益集团站台的 他们有没有就是执法犯法 就是有一些机构 你们是掌握了一些就华人的一些信息 然后在网上 执法犯法 执法犯法 OK 把 把他们要攻击的人 或者是要钓鱼的人 或者要要怎么样勾选的人的一些个人的信息 发放出来 OK 这个我请大家严重的关注 好 下面呢 就是最后要祝所有的海外华人 平安喜乐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